各位飆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 朱仔 昨天是情人節 2月14日 今天是2月15日 年初六 再跟大家說一聲 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昨天不知道大家怎樣過 情人節 有沒有跟你們情人過 朱仔 家人來我家拜年 屯拜 昨天早走了 晚上沒有出片 今天第一隻要推介的 就是五仔Sport的GMT 其實這隻五仔Sport的GMT 採用了精工的4R34機芯 非常之厲害 為甚麼呢 一般GMT的機械錶 在市面上 本身都是比較貴一些 自從精工出現了4R34機芯 坊間有不少品牌 效仿著我手上的GMT 用上了4R34機芯 做出一些入門級價錢的 一隻 機械錶 包括我手上的一隻 還要用了豬帶 非常之漂亮 橙色的潛水款GMT 都比較少 一般都是黑色 藍色 白色 綠色 坊間都是用上橙色的放射性紋標盤 非常之濕醒 配備了礦物的水晶玻璃錶面 玻璃上面三點位置 有一個放大鏡 正正好看到日曆 白底黑字 很清晰 很清晰 看看這個潛水款的GMT 的夜光是怎樣 時分秒針加上GMT 加上 GMT針加上黑度 看看夜光 夠不夠光亮 好 好 幾正 夜光都很光亮 好 我們看看 整隻錶是潛水款 所以它有一個外圈的 一個bassel 這個外圈的bassel 由於它不是潛水錶 只是潛水款 所以其實是一個GMT的外圈 所以可以左右轉動 還有沒有Click數 普通的指南針圈 左右轉動 方便你去看GMT兩地時區的時間 6點位置寫著自動的GMT 其實剛才說過 它採用4R34的機芯 最大儲能量是41小時 可以手上發條 可以手上鏈和自動上鏈 24石 我試試向上轉動 向上轉動就是想發條 不要踢起錶官 錶官位置擺在4點位置 有一點護官位置 做了一個拉推罐 這隻錶做了100米的防水 或者是10個bar的防水 橙色的放射性紋 配搭了橙色的內影邊框 很帥 橙色內影邊框 上面有些黑度 還有你看到bassel的外圈 即是24小時的GMT圈 我們叫做GMT圈 就是做了這個Hutless的水晶玻璃 我自己覺得它做這個位置做得很漂亮 它不是做了這個鋁片圈 它是做了一個水晶玻璃 還要做了兩折的顏色 上黑橙字 下灰橙字 很有型 整隻錶的配搭做得很漂亮 很漂亮 好 試一下踢起了這個標觀 提先有得手上法條 有自動上鏈 有沒有停秒功能 先看看踢起這個標觀 有停秒功能 另外我們試一下向上轉動 順時針方向教時間 上上轉動 順時針方向教時間 很好手感 教的時候很緊緻 非常緊緻 而且先搖一下它 沒有虛偽的標觀 做得很好 很貼 好了 大概 現在先當是11點 譬如日本時間為例 我們可以看外圈 外圈我們試一下扭一扭 就是去到日本時間 日本時間是12點 我們可以看外圈 日本時間是12點 香港時間 即是我們家時間是11點 可以這樣看也可以 甚至乎我們可以 把它轉動一下 我們可以轉動到這個 泰國時間 泰國時間可以轉動 看內圈也可以看外圈 不過我自己喜歡比較看外圈 多一點 看外圈就比較清晰 容易看一點 10點鐘 或者甚至乎用這個圈轉動 來調節也可以 這個就是泰國時間 這個就是家庭 好了 這個GMT的用法 其實很方便 如果你經常去旅行 甚至乎你有親朋戚口在外圈 GMT都會幫到你 礦物的水晶玻璃錶面 加上了放大鏡 很多錶迷都說 我看不到 日曆 沒有放大鏡 即是沒有日曆 沒有所謂 這個放大鏡之後 你很清晰可以看到的日曆 還有我很喜歡他 剛才說過 他用了這個 Hutness的水晶錶圈 這個錶圈不是做鋁片圈 又不是塗鋁圈 如果做塗鋁圈 價錢就會高 他做鋁片圈 就會入門級一點 但他做了這個Hutness的水晶玻璃錶圈 既高貴 又內磨一點 另外 就是我們看得到 打側一點看 有一些九啞坑的打磨 圓邊的位置 像潛水款的潛水圈一樣 摸起來很順滑 完全不介手 非常棒 好了 錶腳位置做了拉絲不鏽鋼 延伸到側邊部分做了拋光的處理 左右兩邊都預留了錶孔 讓你方便更換錶帶 用一支牙籤就可以脫掉錶帶 這個都很方便 值得讚 錶帶很欣賞 因為他用了一條實心的豬帶 兩旁做了拉絲 中間做了光深的拋光處理 豬帶很有質感 整隻錶因為這條豬帶 我自己覺得高貴了 這隻錶 持足貴錶 還有手感都很好 待會放一下重量給大家看 錶扣位置值得讚 錶扣位置有四個眉條孔位 還有摺疊式的保險錶扣 上面都有SEICO的logo 按鍵打開做了光深薄橋 始終都是入門級的手錶 沒有做到口橋 這裏有少許美中不足 但凡事都沒有完美 我自己覺得 底蓋方面都做了透視底蓋 有些事情要看 做了一個螺旋式鎖的透視底蓋 上面寫著 陀位有個超人五仔 Sport的logo 然後寫著 Water Besit 10個bar 寫著24石 寫著Stainless Steel 不鏽鋼 4R34的機身 透視底蓋 可以看到甲板位置 以及正負的快慢位置 反過來給大家看 整隻錶有些質感 也有些手感 讓大家看看 那隻錶的手感的重量 看看多重 這隻錶是161克 凡乎朱仔說過 凡乎這隻錶 藍妝錶 過到150克 也有些手感 包括我手上的一隻 到161克 我試一下 讀一讀 尺寸給大家看 直徑方面 跟我們平常玩的五仔 有什麼不同 42.5mm的錶徑 但看上去沒有那麼大隻 不知道是否跟錶圈 因為錶圈只有41度 量度錶殼是42.4mm的直徑 厚度方面是13.9mm的厚度 脹脹脹是45.5mm 試一下戴上手給大家看看 一隻 精工五仔Sport GMT 你見到我今天穿了一件牛仔的襯衣 其實這隻錶是斯文有得 Sport 平時casual wear 都可以 我自己覺得 都不錯 而且這條豬帶很貼服 這個位置 完全沒有降起 很貼手 很漂亮 很有質感 你看到嗎 我戴這隻錶帶的時候 好了 豬仔推介多少錢呢 他的建議零售價 很多錶迷都 已經遺忘了他的手錶 他的建議零售價 我看看 原來是3480元 3480元 現在香港的建議零售價 外面坊間大概賣 2800到3100多不等 豬仔推介 超順價 多少錢呢 2498元 2498元 和豬仔 一種回事 我介紹過一次 當時有些錶迷買不到 數量有限 價錢是沒有變過的 非常好 2498元 一隻精工 五仔Sport GMT 自動的 4R34 喜歡這隻錶的你 可以聽清楚 有完裝盒 五仔Sport 說明書 保護證 一年保護給大家 喜歡這支錶的可以打給朱仔 告訴我你喜歡這支精工五仔Sport 是橫色的錶面 想在佐敦或荔枝角 喜歡這支錶迷的錶迷記得按LIKE 朱仔需要你們的支持 如果未訂我的頻道的話 記得按鈴鐺和訂閱 還有 其實精工五仔本身的普通版本 五仔的DNA也有 就是你看到在圍邊的位置做了一條粒坑位 其實做了一條粒坑位 其實做了這個斜邊做得很漂亮 除了它做了這個Hardness之外 還有原來一級這個粒位的斜邊 都令到它的層次感會比較豐富一些 不知道你覺得不覺得呢 好了 喜歡這支影片的 記得按LIKE 朱仔 我們下集見 拜拜 2498元 朱仔會有三隻燕火在手 下星期會有三隻發人總共六隻 希望你喜歡我的推介